好,那我們今天就是來教一下上節課字編碼器的進階 叫變分字編碼器 上節課我們學到,我不確定你們還記不記得字編碼器怎麼training 它就是很特別,就是input,要put 中間要變窄,然後出去之後就還原回去 所以它有幾種用途咧,我們要不要抽考一下大家 來秋秋,你先講個用途 有沒有人可以先講出一個啊? 黃師傅我對你最期待的,你先講出一個嗎? 這邊碼器有哪些用法? 上節課教的 深層圖像 可以,第一個,來,第二個 秋秋不要吃啊,看上節課的結果嘛,記不起來就算啊 來 講不出來 我確定你們還記不記得還有什麼去雜訊啊 對不對 節馬賽克想像回來啊 怎麼了,你對馬賽克特別有興趣是不是 沒有沒有 你是想要拿來幹嘛 沒有沒有 不清楚 不清楚啊 好好好 那 然後還有壓縮嘛 對不對,壓縮是最主要的功能 還有我 我們 這邊講圖像生成是一個它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 我知道現在,在這個2024年的今天啊 大家都覺得 跟AI講句話,它自己就可以畫出一張圖了 你們都用過那些功能嗎? 你們有沒有用過 文森圖功能 那個Charge GBT 文森圖功能 你們有沒有用過 沒有,因為沒有買進階版的 對 每個月沒有花600塊 每個月花600塊有文森圖功能喔 好不好 沒有關係啦 我意思是說 你們可能在今天你們會覺得 文森圖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你用別人的東西跟自己做出來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不好 那我今天教的這個東西 它是 它大概是十年前的技術啦 好不好 就是我要生產圖片 那 我現在 我文森圖這件事情真的太進階了 我們後面再來教 怎麼樣下Condition之後的森圖 我們現在就先森圖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 上節課我們已經發現 這個解壓縮的部分 可以拿來當作普向深層用 給它一堆亂樹 然後就可以做 我再確定一下大家印象有沒有跑掉 那個壓縮的越劇烈 也就是中間維度越低 深層的越好 越高深層的越好 大家還是有記得嗎 越低越好 講得很好喔 是越低越好喔 為什麼越低越好 大家再想一下 為什麼越低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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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很簡單 原因很簡單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是 壓縮之後的 那個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銀碼 壓縮之後的銀碼分佈 好 那 如果你丟到這裡 它顯然一定會還原成一張0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你丟在這裡 咧 它一定還原成一張 這是幾 6 對不對 那你 隨機到這裡咧 你覺得它還原得回去嗎 它一定還原不回去 因為它沒有學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這個是 它的主要問題 好還有一個問題 我問幾件事情 你今天當然知道 在這裡它的愛是還原不回去 因為這邊完全沒有樣本 對不對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如果 如果在這裡 它這個地方也是沒有樣本 對不對 那它周圍是有樣本的 大家覺得還原得回去嗎 你們覺得還原得回去嗎 還原得成一個 像樣的圖片嗎 你們猜測一下 覺得可以的舉手 覺得不可以的舉手 沒有 不可以的人比較多 那 我問一下為什麼不可以 就你了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它就沒看過 是不是 對它就沒有看過 那覺得可以的咧 因為周圍很多點 那王師傅你覺得為什麼不可以 就長不像數字 好 我來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這樣看 看起來好像點好像很密 尤其這裡 它好像非常非常密 可是我們應該都同意這件事情吧 如果我們今天 真的隨機的在這樣的一個 0到負30 負5到負20之間 隨機的生成一個數 這個數大致上都是之前沒有看過的 一定嘛 那個從機率上來看應該是0 跟之前完全一樣的數應該是0 對不對 所以說 這邊其實是充滿空洞的 雖然你現在看起來很密 可是實際上它在整個數學空間裡面應該還是充滿空洞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怎麼樣把空洞給消掉 這件事情是我們需要學習的目標 我可以先跟大家講我等一下後面提出來的 idea 會是什麼 也就是 我等一下 壓縮了以後 我希望它不要 每一次同樣的圖片壓縮完了以後 都是剛好在那個點 我要給它一些隨機的亂數 也就是說每一張我的圖片壓縮下來以後 我的點可能中心點在這裡 但是我會隨機的往上往下 有一定的距離 這樣子解碼器就會讓 這個範圍的都會還原成同一張圖片 這樣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給一些亂數 這樣有理解它的idea嗎 這樣子的話 未來你丟一張圖進來 因為每一個點它都可以往外擴展一些 它就不會這麼空洞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它隨機給它一串數字 它還原回去的圖片 它的生成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我先 這裡我其實只是先 先示範一下 之前我們上一節課的例子 只是我把壓縮器把它改成二維 好我們就先做一下好不好 好下載以後 然後我們直接 做這個 function 好這裡是 這邊大家不用 這邊大家不用試喔 大家看我就可以了 好 然後來這裡 重點是我這邊變餓喔 這應該就是我們目前生成 會生成最好的樣子 這樣可以齁 可不可以變1 可不可以變1 球球可不可以變1 為什麼不行 答案是可以的好不好 只是會從樣本的平面變成一條線 那它會變得更密 它會變得更密 理論上生成的效果會更好 可是更好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那張圖十之八九也是之前有出現過的 其實你只是在資料庫裡面 找一張圖 假裝它是隨機生成的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它每個數字都看過 它要在一條數線上面擺4萬個數字耶 這樣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它就變成沒有創造力了 好 這邊我就先 我就在這邊 training一下喔 然後大家不用 大家不用這個重複我們的工作 好我先讓它training 好這邊是分離啊 分離完了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樣本空間 然後它並不是非常的均勻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我希望等一下我想的方法讓它變得均勻 那剛剛我已經其實提出很多idea了 問題只是怎麼實現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些idea你們應該都有聽懂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等它training一下 好training完了 我們就是分離壓縮跟解壓縮模型 這個就是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 這個就一直複字貼上就好了 這個 就是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 好然後 我們把所有的樣本都透過壓縮模型打下來 你就會看到這個樣子 因為它現在已經是二維了 它的壓縮code已經是二維了 所以說 它出來的圖就是二維 這應該本身沒有任何問題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做個實驗了 我們現在就來做個實驗 它在空間中並非相當均勻嘛 我們來 隨機的把它生成一個圖片 好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屬於0的一個圖片喔 好這個是一個屬於0的圖片 好我們深層看它是不是0 好是0嘛對不對 再做一次 然後這個我們找一個1 好這是1嘛對不對 這個我們找一個9 好啦我們深層看看 好像吧 對不對看起來不錯 好 那現在問題是 我想要選一個不在分布範圍內的點 好哪一個點不在分布範圍內的 我們現在就來試喔 好 首先我這邊的範例是-25-15 對不對 -25-15 -25-15 在這裡 所以它顯然不行 對不對 好我們試一下 好這個確實不像的數字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 我們來選這裡好了 05 05 05感覺也不行 對不對 還行啊 可能1 1看起來實在太容易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 我們現在來故意 故意搞它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20 -20-7.5 這邊 感覺有一個比較大的空洞 對不對 -20 -7.5 -20-8 -20-8好了 -20-8 你們覺得這像6呢 很勉強對不對 -20-8 他應該在這附近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應該還是屬於6 他很勉強 但是這一話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變淡了對不對 如果你稍微往6的中心移一點 就是假設你把負20變負15 他應該就會往6移動 對不對負25 我們看一下他應該會變得比較像6 好像整體比較像一點 對不對至少 這個至少那個暗淡程度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好所以 這樣有了解我們想表達什麼事了齁 就是我想剛剛 就是對空洞性質的了解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算沒有非常清楚 現在這個demo你們應該可以了解 當然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出現E 我也不知道我們再試一下其他的好了 我們試一個誇張一點的 假設100x100 這個離得很遠對不對 100x100看一下是多少 還是1欸 還是1欸 可能他某一個範圍以外都是1 只是我們不知道 好 來 所以這個東西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他有空洞性 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問題是 我現在問你一件事喔 現在我有原始檔案 所以我知道他的數值範圍 應該要 X軸應該介於0到-30之間 Y軸應該介於5到-20之間 對吧 那 那 我怎麼會知道說 我的銀碼的分佈是多少 你要產生隨機數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希望這件事情 就是覺得說 好那我只要從標準常態分佈裡面 抽一個數字出來 那我丟給他 他就可以隨機的生成 手寫數字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不希望 我要知道這一個 這一個銀碼的分佈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不知道銀碼的分佈 像我這樣子 我要怎麼去生成 就是 我是不是就很難 我是不是就等於說 我可能要有4萬個樣本 我才有辦法知道 這個東西 他的分佈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才能知道說 原來是介於多少到多少之間 可以去抽樣子 好 所以 注意喔 我們現在有兩個 任務 我們希望在改進我們的 model 的架構的時候 完成它 第一個任務是 我希望減少空洞性 這是第一個我的任務 第二個任務是 我希望限制它在一個 我比較喜歡的分佈 舉例來說 標準常態分佈 也就是說 我希望我的銀碼 都介於 00是中點 然後都可能 都可能是一個常態分佈的範圍 這樣可以嗎 他盡可能要靠近00 他的中心點最好是在00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就是我們 目前 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這個 這個我從 6到0 這個中心點 讓它這樣橫移 這個是挑戰 這個是挑戰 這個生成模型的 就是 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 看它生成的圖片 有沒有連續性 因為你從6 你從6的中心點到0的中心點 它勢必就要慢慢的變成0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是你看它慢慢變成0的過程中 是不是會出現 不像數字的東西 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代表是 我在這過程中是有空洞性的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照到底來講 它應該要有一個很好的過渡 舉例來說 6如果要變成0的話 我們應該要試著 舉例來說 它可能要產生什麼8 之類的 6這邊先長出來 然後接著這一條再消掉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 我們後面的模型 再來展示這個 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的效果 就會變得很好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為什麼呢 你看它的軌跡在這裡 因為它就是有一定的空洞性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6到0的話 當然是有空洞性 我們試一下 6到0 6到0是有空洞性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會比較沒有空洞性的多少到多少 好 舉例來說 這兩個紫色跟藍色是不是很接近 紫色是什麼 7到6 我們來看7到6 效果怎麼樣好不好 欸不對 6在這裡喔 6跟7不能這樣 是7跟多少 7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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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然7跟8好了 7跟8好像混在一起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7到8 7 1 這一開始叫7 我也是很難接受 這看起來比較像9 好 可是 你有沒有覺得9到8的過程中 它 你看它的9 它 它這邊 它其實是瞬間就長出那個8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 你如果沒有完全沒有空洞性的話 你應該會出現這種畫面 就是它不會中間有幾張不知所云 因為不知所云是深層模型一個很重要的缺陷 因為到時候 如果你真的產生一個深層模型 讓使用者到處玩的時候 如果使用者每次隨機產生一張圖 它就有80%的概率 會出現不知所云的圖 這樣是不是這個深層模型就很失敗 你就會覺得不好用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成功率是只有1% 那是更是爛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所以說 這個圖像的連續性這個是很重要的喔 好 那我們 深層模型說穿的就是分布的映射器 我現在要講一些比較數學的語言 你把圖片把它映射到銀碼 接著再把銀碼反環成圖片 這就是字編碼器在做的事情 注意我剛剛示範的模型還是商捷克教的字編碼器 我還沒有對它做任何的更改喔 除了把它的圍度下降成二維以外 因為二維我們商捷克已經知道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好 所以深層模型 因為它的本質是一個分布映射器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好與壞 只是說 我們給的那個隨機數 它必須位於銀碼的分布內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必須位於銀碼的分布內 那你生成出來的圖片才是好的 這個圖片 這個是台大李弘毅老師上課用的PT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就是 你如果今天在這個分布內生成的圖片 它都會長得非常好 那如果你在分布外它長的就會很差 這跟我們剛剛做的實驗差不了多少 只是剛剛我們的資料集是搜寫數字 它比較抽象一點 這個圖片就會更跑一點 好 那我們就必須讓我們的自編碼器 訓練過程中保證它的銀碼分布 是符合我們的期待 舉來說標準常態分布 這樣我們後面比較好用 那我們要怎麼限制自編碼器 在一個分布內產生銀碼呢 一個最好的方式是 來仔細看喔 這個encoder出來 它是不是就是 二維的數字 這可以接受吧 它是一個二維的數字喔 那你仔細看我怎麼做喔 一路encoder下來 然後丟給這個decoder 然後回來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圖片嘛 對不對 好注意喔 在這裡 mse loss這裡之外 我這邊加了一個encoder loss 這個encoder loss是什麼呢 我先把encoder平方 所以不管它有多少它都平方了對不對 平方了之後求和 平均跟和意思是差不多的 所以 最後的loss是 這個loss 注意喔 這個loss加上這個loss 當然這邊 我直接把這兩個加起來 我需要給一個權重 我這邊是給的權重 10的-4四方 也就是它大部分是看這個loss 接著 然後這個loss它佔 10的-4四方 它佔萬分之一 然後最後產生loss 加上這個loss的話 AI在學習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效果 你們認為它會有什麼效果 AI在學習的時候 一定是希望loss越小越好 對不對 這個loss的目標 是希望它 還原出來的圖片跟圓圖越來越像 對不對 那這個loss的目標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看得出來的 來品威 都沒有點你 這個loss的目標 你覺得看起來像什麼 這個loss是 encoder的平方合 這個平方合有沒有很像正則化係數 很像嘛對不對 那正則化係數的效果是什麼 正則化效果是什麼 正則化效果是讓它盡量靠近0 所以注意喔 你加了這個loss以後 它的銀馬就會盡量靠近0 如果它今天都是可以還原回去 因為它主要第一個loss還是靠這個 對不對 它在還原回去的前提之下 如果有一組銀馬是-10-10 跟一組銀馬是3-2 它是不是會選擇3-2 為什麼 因為3跟2的平方合 和-10-10的平方合比起來 3跟2的平方合 loss比較小 那因為我們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我們除了要求它 這個東西要還原回去以外 我們還要求它的銀馬 數字不要離0太遠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限制我們的分佈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你聽懂的話 那我們就 來做個實驗 好那我們再training一次 好那我們就等它 好我們training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一樣就是再次分離壓縮解壓縮模型 我們這一次 因為加了那個限制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銀馬的分佈有沒有改變 來 再做一次 來這個銀馬的分佈 你仔細看這個銀馬的分佈 跟當初這個銀馬的分佈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銀馬的分佈比較好 你同意嗎 這個銀馬的分佈和這個銀馬的分佈 你對比一下 你同意這個比較好 好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 雖然它看起來還不是很對稱 看起來還沒有很對稱 可是你仔細看喔 這裡是不是比較密 所以它的中心點可能真的是00喔 不然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中心點是多少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中心點是多少 min -0.5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看它第二個的中心點是多少 好0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好很多了 你如果從00的地方常態隨機抽樣的話 你10-89會抽到一個正確的地方 這樣可以齁 那你看最多也不超過3嘛 你的標準常態分佈你要抽到-3以下 那不是千分之一不到的機率嗎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個銀馬的分佈比剛剛這個好好好非常多 然後因為銀馬的分佈被以0為中心集中 你有沒有覺得它的空洞變少 少很多 它的空洞集中在外圍喔 中間幾乎沒有空洞喔 這個中間幾乎沒有空洞了對不對 好 好同樣的工作我們再做一次0到6 再做一次好不好 哇這麼不給面子啊再一次 這個6也生成的不是很像6咧 好但是但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出來 它是不是有先從廣發過渡 對不對 照大家來想應該要這樣啊 而不是生成一個我們看不懂的數字啊 因為它們之間的空洞變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說它這樣子連續下去的時候 它就不容易產生一張意味不明的圖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你去挑戰深層模型的最重要的一個重要指標 就是看它到底空洞空洞有多多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但是 好 這裡 這個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 就是 你現在這個 這樣的設計這樣的一個模型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Loss 它的Loss 畢竟有它 所以它不是100%依靠它來降低Loss 對不對 所以說 它的 還原的解析度會變差 因為它不能100% 依靠它 就是100% 來還原那個圖了 它同時還需要考慮到其他事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解析度會變差 第二個 它很困難的地方是 這裡不是10的 這裡是10的-4次方 對不對 我們 我們 反正大家在示範 對不對 我們試一下 我們把這邊改成 10的-2次方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覺得會變得怎麼樣 10的-2次方 如果這邊變10的-2次方 它所付出的代價一定是 它的解析度會變得更差 對不對 因為它銀碼要變得更被限制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做一次看看好不好 那一樣我們把 我們就等它做一下 好 那我們training完了 你們繼續吃啊 我們來再做一次 我們再把剛剛的事情做一次 你會看到這個結果很差 好了 然後再來壓 我們先看銀碼的分布 你如果單看銀碼的分布 你可能會覺得效果不錯 這什麼效果不錯啊 所有的點都疊在一起 因為它根本training不起來啊 對不對 你剛剛仔細看它loss根本沒有降 對不對 所以它根本沒有training起來 它全部都被限制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這個解法 這個solution 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encoder loss的權重很難調整 欸這件事情很煩欸 你如果training a model 然後你要調參數 調半天 這是不是就 這是不是就非常困難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們現在就要提出一個 真正的解決方案 來解決字編碼器的種種問題 這個方案就叫變分字編碼器 變分字編碼器 好 你們現在前面跟你們講變分 你們一定什麼都不知道 對不對 這2013年發表 所以說這個東西其實已經 11年前 你們會不會覺得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 這個覺得很無聊 怎麼都在教十幾年前的東西啊 不會 因為你們還不會嘛 對不對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變分字編碼器 它的邏輯是什麼 來仔細看喔 原來的autoencoder 它是input進去之後 它產生影碼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encoder encoder 跟decoder 它的參數已經固定 已經fix住了 這個in碼 是不是同樣的圖 就會有同樣的in碼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今天我都丟同樣一張圖進去 它是不是同樣的in碼 那它還原回去同樣的一張圖 所以這個in碼 跟編碼 它可以在 就是它可以在空間中 找出一組一對一的位置 然後就說這個地方 我就是還原成什麼 這個地方我就是還原成什麼 剛剛我們在二維的 我們把它壓縮成二維的狀況之下 你都覺得空洞性很大 那如果我們把它弄成三十二維呢 它生成出來根本就不像圖 對不對 你還記得 我們上個禮拜用三十二維的時候 生成出來根本就不像圖 你們應該記得吧 我先跟大家劇透 等一下我們用編分字編碼器之後 搞三十二維 它生成出來也會像圖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空洞性呢 來仔細看怎麼解決空洞性喔 我們的incoder 變成不是產生一個影碼 而是對每一張圖 產生一個平均數跟標準差 為什麼我要產生一個平均數跟標準差 因為我希望 主要說 我現在先不要講手寫數字好了 我先假設 你是用人臉的data進去 然後你要出來要人臉 主要說我的臉 丟進去之後 如果是用正常的Occal Intoler的話 他可能就會說 1-1 這是我的臉 還原出來就像1-1 就是我的臉這樣可以吧 可是這樣子 我給他1.2和1.3 1.2 1.3 他是不是就可能還原不回去 因為那decoder沒有學過 可是如果 我把我的臉丟進去 這一個 encoder 他是 隨機的在 1-1之間 然後拉一個 證負1之間 的範圍 那證負0-2 0-2 他 都是我的臉的影碼 這樣decoder 是不是就知道 這個範圍內 都是我的臉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啊 你看喔 他的encoder 變成 產生一個平均數 加上產生一個標準差 那產生一個平均數 跟產生一個標準差 我要怎麼把它變成一個隨機數呢 我們可以 隨機的產生一個亂數 這個encoder在training的過程中 是要隨機產生亂數的喔 這個亂數是一個標準常態分布 標準常態分布的標準差是0 標準差是1 平均數是0 對不對 所以當你把標準常態分布 抽出來的亂數 乘上標準差以後 他是不是就變成 平均數為0 標準差為你乘上那個標準差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你再加上平均數呢 他是不是就變成 一個特定平均數 特定標準差的常態分布了 然後 這是新的code 解碼器必須想辦法把這個code 還原成原來那張圖 最後input還是要等於output 可是唯一的區別是 同一張圖丟給同一個encoder 產生出來銀碼會有一定程度的變異 所以他叫變分字編碼器 Variational Auto Encoder VAE 這樣可以了解嗎 因為他的銀碼不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 這樣可以接受嗎 具體的實現過程 你們看得懂嗎 我要確定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講 現在你看到這張圖 如果你看不懂 我經過而解釋 你仍然看不懂他的意思的話 那我覺得你們讀paper就非常危險 因為讀paper還沒有我解釋 你們現在有辦法體會 一個input進來之後 這個encoder會產生兩個東西 一個是m 一個是sigma 然後同時 他會隨機抽一個數字 然後重新抽這個數字 他乘上sigma以後 再加上標準差 平均數 他這個數字應該就是一個 特定分佈的標準差 平均數跟標準差 抽出來的場態分佈的數字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input 抽出來的數字都不一樣 所以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很 解決我們剛剛講的空洞問題 因為你本來一張圖丟到銀碼空間中 他本來是一個點 現在變成由那個點為中心 然後擴散出一個分佈 這樣當你樣本夠多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比較不容易出現 樣本空洞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嗎 你們看得懂這張圖嗎 來看得懂的點頭 C就是銀碼 C 你今天把這邊直接去掉的話 把這邊直接去掉 再一個直接產生銀碼 跟這個圖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產生銀碼的過程 變得有一些隨機性 這個是隨機性的來源 這個同一張圖進來 他輸出還是同樣的平均數跟同樣的標準差 所以那個分佈是確定的 但是每一次產生的銀碼會不一樣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齁 你們兩個可以嗎 你們都可以嗎 可以嗎 你們兩個 好可以齁 那我們就繼續囉 我們要怎麼去實現它 實現它的過程不會很難 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 先產生一個 40-connected出來一個 mean 在40-connected出現一個標準差 注意標準差一定是個正數對不對 可是40-connected出來 應該是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 對不對 你要怎麼把它變正數 指數的話 就可以變正數了 這樣可以嗎 就exponential exponential 負無線大 exponential之後變0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會是一個0以上的數字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然後隨機產生一個noise 這個隨機產生的noise 我剛剛不是有講過嗎 然後 那個noise乘上表演差 再加上me 這才是新的encoder 然後你把這個encoder往下丟 後面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再做一次 好 那同樣的資料再訓練一次 好 那一樣我們再等它一下 好 一樣我們再看一下它的銀碼分佈 好 好你仔細看它的銀碼分佈 你看00的地方是不是又更好 比剛剛是不是又更好 這樣可以吧 這個銀碼分佈變好 而且 空洞 看起來又更沒有空洞了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 即使等一下有空洞 那也不重要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它本來這個點 它是真的只有那個點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它是以那個點為中心 畫一個範圍對不對 所以一樣 我們再看一次6到0的過程 你看這個6到0的過程 它 這個 這個 它是不是就幾乎直接跳0 這個是不是看起來還像6 它是不是就會 這個你可以說它是0 因為這條線看起來也連起來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就中間就缺少 就幾乎沒有那個過度的圖片 過度的那種不知所影的圖片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 你如果 你如果用 就是變分字編碼器的話 它厲害就厲害在這邊 注意一下它 它數學上的邏輯喔 今天我跟大家講這個 這個結構 我跟大家講這個結構 它沒有什麼 就是 它當然有一點數學 但它其實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硬對不對 是你應該想得出來的 它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它從點 變成了 一個範圍 所以自然 樣本空間的空洞就會被減少 所以它 自然它生成的圖片 應該就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那 我們 關鍵的 是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的關鍵就是我們這個 中間過程使用的抽樣 所以說 它變成了一個範圍 好那 我們來試著做一件事好不好 就是 大家 試一下這個 就是這個 變分字編碼器 等一下大家要先 從這裡開始貼喔 我先跟大家講喔 從這裡開始貼 這個 這個一定要貼喔 因為你要有那個 data的這個 Iterator 對不對 你們要記得貼喔 然後 那個 那個 結構的那個 優化器 這個也需要喔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貼 來這裡 這裡 變分字編碼器 這裡 我們這裡現在是二維嘛 對不對 拔桿三十二維 甚至更高 這個上個禮拜有人做二百五十六嗎 嘗試一下 好不好 三十二維的 三十二維的答案在這裡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好不好 那我等一下會訓定三十二維 反正我意思是說 你不要用兩維 因為用兩維 你感受不出它的威力 這樣可以嗎 你用多維一點 然後感受一下它 效果怎麼樣 好 那我們現在把時間還給你 好那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大家都有training 三十二維的嘛 對不對 三十二維上個禮拜 長的這負責性 你們應該有印象吧 好 那我直接跟大家講 開講結果 結果就是三十二維 如果你用變分製編碼器 隨機喔 還是隨機喔 這真的是隨機的抽喔 它出來的圖片會長這樣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你說它品質有沒有真的非常好 還好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我們下個禮拜 教大家那個什麼 對抗生存網路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對抗生存網路的時候 會 它會做得更好 因為變分製編碼器 畢竟是2013年的東西 如果之後我們用到161718 那個時候會變得更好 這樣子 好不過 我給大家看的是 這個實驗是 我 這邊 出現的 我這邊的 維度是 900 一開始784嘛 900 1024喔 我把它擴展喔 擴展到底是不行的嘛 對不對 然後你們仔細看喔 我這邊隨機生成的是 隨機生成 我真的隨機生成 1024個數字喔 真的隨機生成1024個數字喔 我多跑幾次給你們看 好 雖然它 雖然它效果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再怎麼樣也比 再怎麼樣也比這個好 對不對 是吧 這個好像非常多 這個你們都同意吧 所以 所以我 我不知道這樣子 我用這樣的實驗 有沒有辦法告訴你們說 變分自變碼器這個idea 真的是很好的解決空洞化問題 那空洞化問題是圖像生成 裡面的一個很重要 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希望 因為圖像生成器 本質上只是一個 分佈轉換器 分佈轉換器 我們不希望銀碼空間裡面有空洞 銀碼空間只要有空洞 它就會非常的悲劇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你看 即使到1024 它生成出來的圖片 都比本來的32好太多了 對不對 下個禮拜 我交對抗生成網路的時候 即使到1024 生成出來的圖都會長得非常像 今天 我們在32的狀況之下 生成出來的圖 它都也不是非常像數字對不對 只是有那個感覺 但是不是非常像 下個禮拜交的就會很像很像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今天來上 今天一個 我覺得 變分製編碼器 最重要的一個應用功能 叫做異常檢測 這個任務目標 這個任務目標 是一個很特殊的情境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現在應該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 你有手上很多張胸背之光 有一些是Case組 有一些是Control組 你要training一個二分類的影像模型 這件事情會不會很難 不難對不對 你應該沒有人覺得這很難 可以吧 應該不難 好 可是我現在要問你一件事 當你做好這個軟體以後 你當然希望使用者是上傳一張胸背之光 但是使用者會不會上傳一隻Snooby 有沒有可能 有 有這個可能對不對 那使用者還會上傳什麼東西 上傳一張人臉 那 你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那所以你的軟體前面 是不是需要一個 可以阻擋 使用者上傳一張莫名其妙的圖片 的一個 這個前面的一個功能 這樣可以嗎 好 可是我問題出來 這個 你有很多 你知道胸背之光長什麼樣子 因為你手上有很多胸背之光 可是你使用者的創意 你有辦法窮盡嗎 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怎麼可能想得到 使用者到底想用什麼樣的圖片挑戰你 這個是不是非常難 這一種問題是一個典型的 你有很多正樣本 就是你沒有副樣本 不是說真的沒有副樣本 副樣本實在是多到你數不清啊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這個時候 這一種任務我們就要異常檢測 異常檢測的任務 就是你只有一種 影像 那你要去區分 新丟進來的影像 是屬於這一種影像 還是其他 這叫one class one class one class 的task 就你只有一個類 你要分類的目標是這一類或其他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現實場景中 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我想要給你看 就是 自編馬器 它是不是可以 應該說我先跟你們講 自編馬器對這樣的任務 重要在哪裡 它是不是 一張圖片進來 它可以把它壓縮成銀馬 然後接著它可以還原回去圖片 對不對 然後 照帶來講 它如果看過的圖片 它是不是就會還原得很好 那如果它沒有看過的圖片 它是不是就有可能還原不回去 好 那來你仔細看 這是行李箱的X光照片 這個 行李箱的X光照片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 它是不是有非常多正常的行李 就裡面裝的東西是正常的 那你覺得裡面想要放一支槍這種 這種行李多見嗎 很少見 對不對 而且你怎麼知道它把槍放哪裡 如果今天你的Sample裡面 你的槍都會放左上角 那哪一天它的槍放右下角 或者是它換一把 你看這裡都有手槍 它換一把裂槍 你是不是就不會認了 這是不是就是異常檢測 可是你仔細想喔 今天它是不是可以還原回去 可是因為它沒有看過槍 所以它還原回去的圖就會沒有槍 所以 還原回去的圖跟之前的圖相比 是不是如果你相減的話 你就有機會找出 到底哪一張圖是異常的 因為它還原不回去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我們聽不懂的話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任務 我們現在假設我們手寫的數字裡面 2跟3 我要把2跟3都拿掉 也就是說我產生一個subset 這個subset裡面只有 01 然後456789 所以2跟3 在這個subset裡面是完全沒有出現的 那等一下我就要用2跟3去挑戰它 看它認不出來2跟3 不是它以前看過的數字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來試一下 先創造個虛擬的資料集 好這個我已經創造過了 我就不貼了好不好 來 我們來 我們來 嘗試一下 好做一件事情喔 就是 我們先創造一個虛擬的資料集 好在這裡 所以我們還是有2跟3的分別是這裡 對不對 這是2的 這是2的位置 這是3的位置 然後這是normal的 normal就是所有的這些data 這樣可以嗎 那3的 2的 我抽了10個2的樣本 但是我沒有抽3的樣本 所以我們正常 我們正常的 abnormal detection的任務就是 2就是我的abnormal sample 對不對 然後雖然我只有10個正樣本 但是我還是可以嘗試一下 對不對 那10個正樣本 然後多少個副樣本 我們來看一下 好 2萬個副樣本 這樣子我們還是可以train一個分類模型 對不對 只是他沒有看過3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效果怎麼樣 好先做一個iterator 好做完iterator之後 我們就做一個標準的lenet 就是一個標準的分類任務 分類模型 然後我們來training一下 好大家猜測一下 因為他有10個2對不對 然後跟其他 然後2跟其他數字差的還算多吧對不對 所以你們覺得他2會不會認得很準 他應該可以認得很準 不是2這件事應該認得很準 那你們覺得他3會認得準 應該會認不準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 我們先讓他training一下 然後把螢幕還給你們 你們看一下剛剛那個training的結果 好我已經把模型training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好這個是 我們直接嘗試一下2跟3 好他的 如果我們把2跟3混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AUC 大概是0.7 0.8左右 0.8這樣算好嗎 有點差對不對 因為這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任務 結果他就算0.8 如果你做分層分析的話 你會發現他其實分類2是沒有問題的 分類3非常非常的差 這就是 你如果想要做異常檢測 結果你嘗試去收集 副樣本 你會做出 你就這會產生的問題 這樣有動我意思嗎 你今天 我再回到剛剛的情境 你想要做一個胸部裡除光 自動判讀疾病的模型 結果你想要去試圖窮盡使用者 可能會上傳的垃圾照片 那是不肯窮盡玩的 對不對 你用 就算你用ImageNet去training ImageNet上面就沒有卡通圖啊 對不對 你把卡通圖放上去了 他搞不好又拿什麼自拍照 那個什麼都沒有啊對不對 大概使用者的創意 你大概是很難窮盡的 對不對 或者他就想說 那我上傳一份CT看看 看效果怎麼樣 這個很難啊 所以說 唯一的做法就是做異常檢測任務 好那我們怎麼做異常檢測任務 來 我們把我們的驗證組給切割出來 注意喔 我等一下的 training的model裡面 我就再也不會用到 我就再也不會用到 2跟3喔 我全部都是用本來的數字喔 好 注意喔 我這邊全部都是用本來的數字 好讓我們再做一次 我們這次是用VAE嘛對不對 好 VAE 它的效果就是 我要 我training完了之後 我還原回去 它應該是 那些看過的東西 它應該都還原的回去嘛對不對 但沒有看過 它就還原不回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training一下模型 好一樣我們再暫停一下 好來注意喔 我們現在要做的做法是 我們encoder跟decoder都需要喔 為什麼我們需要encoder跟decoder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 圖片 壓縮 還原回來要前減後 就是我們現在 等一下丟一張新的圖片進去 壓縮解壓縮回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效果 好來 注意喔 對於已經存在的樣本來講 它還原回去應該是完全一致 好這個Vedation Data裡面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你隨便多丟幾張 它應該出來都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好 但是 對於不存在的樣本 就是我們丟2進去 這個是 丟進去的樣本 這是還原回來的樣本 你看它是不是很像 好 那你看喔 我接著丟不存在的樣本 2 你看它還原回來 它是不是就很難還原出2 因為它沒有看過 這個2 它是不是還原回來 就有點像8 它就會覺得 這根本就是8吧 這很會是2 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看過2 所以你這樣這兩張圖相減 它的像素是不是會差很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 我們可以直接把 predict出來的結果 跟原來的image相減 相減的平方 和 這個東西就可以做一個新的指標 如果你來看圖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的AOC 它的AOC 可以高達0.9914 9941 這就已經非常非常準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即使它沒有看過2跟3 它做出來的準確度 卻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水準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當然如果你要找最佳切點的話 你還是需要一些validation sample 就是你還是需要收集一些附樣本 可是這是不是就簡單很多了 這樣可以 好 而且它準度高非常非常多 好 那我們如果用到測試樣本上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對於這個2的話 對於2的話 它的AOC是多少 我們來看 它的AOC是這個 0.94 對於3的話 是0.94 欸 對Overall是0.94 2的話是0.91 3的話是0.97 你們覺得合理嗎 你們想想看 3要變成其他數字 是不是 它至少需要2的話 就是它需要把它填成8嘛 這樣可以了解嗎 那2咧 2 你看2 2跟誰很像都知道 剛剛我們不是懷疑2嗎 2如果你這樣 這樣拉的話 它是不是就很 就是它會有點像8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可以喔 或者是9之類的 就是它 它少掉的東西比較少 3比較難跟其他數字還原 我們如果不確定這個數字的話 我們可以看原來的這個版本 原來你看這個銀馬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 編分字編馬器 來你看2在哪裡 2在這裡對不對 3在哪裡 3也在這裡 你看3是不是跟人家差比較多 2跟 2是不是跟其他 3在這裡 3在這裡 2在哪裡 2在這裡 2在這裡 2是不是跟旁邊比較多 3看起來自成一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3就跟別人差比較多 它比較不容易被還原回去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Autoencoder它還有什麼好處 你自己想想看喔 如果你是用胸部X光 做training的話 那同樣都是X光 舉例來說是腹部X光 它還原回去跟胸部X光 是不是差距就比較小 可是如果你真的丟一隻Snoopy上去 它大概就會覺得差別非常大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這是不是更符合我們的邏輯 就是你使用者上傳一張越無厘頭 那它的差距就會越大 所以One Class的Task 它做法是這個樣子喔 我們今天上課怎麼上那麼快 好 這樣非常好 我們趕快收工 好 那 所以我們今天展示了一個 今天的課程是一個很 就是今天跟上一節課 是很特別的課程 我們幾乎沒有講數學 對不對 變分字編碼系那邊 我其實看起來現在講數學 其實沒有講數學 我們重點是 提出一個architecture 解決那個問題 之後我們所有的研究 包括你們要讀的那些paper 他在做的事情都是這樣 他幾乎不會有什麼新的 喔我這個數學要怎麼解啊 怎麼解微分什麼 沒有沒有都沒有這樣解的喔 就是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架構 那他就可以解決什麼特定的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變分字編碼系就是這個樣子 那變分字編碼系 他想要解決的其實是圖像生成問題 他本質上解決的是映射 映射函數空洞化問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下一節課 我們會教你對抗生成網路 他是2014年出來的 對抗生成網路 然後後面會有條件對抗生成網路 什麼之類的 目前為止 手寫數字 0123456789 如果你要生成0 你是不是就要給他 你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下條件 你就要生成一個0的變分字編碼系 1的變分字編碼系 還很麻煩對不對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有條件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是上到這裡 你們大概了解一下變分字編碼系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這樣